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汉堂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来继续探索这个我们的终端产品的跨平台车类。 在这个回合呢,我们已经逐渐的要把它厘清,把它制定出来我们的跨平台车类的基本大方向咯。 所以呢,我们现在逐渐的要来做缩练,做减法的一种这一个设计咯。 那要做减法,要从这一个简单的中间来做一个出发点,也就是抓住了简单的造型来理解这个复杂。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我们的院景当中,我们就有了我们的这个EIT,在我们的院景当中。 我们是一开始就用假设的,可以来基于这个EIT,来发展出这个跨平台的车类,来实现我们的普遍性,来达成我们产品的一种普遍性。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来展开这个,尝试着从EIT,来找出这个跨平台的车类方向。 那到目前为止呢,这个EIT跟车类方向之间的关系,其实都还是在假定的引导之下的一种探索的路之中,并不是已经定案了。 我们在探索的过程当中,也许呢,随时都有可能发现更多的新的事实,来否定掉这个EIT,的一种可能性。 也就是EIT,在这个跨平台车类上,它能够扮演一个简单的一个造型,让我们可以从依询EIT的简单来掌握,而这复杂的跨平台车类。 OK,这个目前还是在假定的引导之中,OK,并不是已经定案,随时都可能找到新的事实,来否证,或者增强我们的实证。 OK,那这个在我们的上一个回合当中,我们也看过这个图咯。 那这个图呢,说明的是什么?说明的是我们这个左右脑的一个特性咯。 那我在这边,再帮你做个复习,做个复习,就是这是我们已知的知识,或是已知的这个REALITY,或是已知的FIGHT,等等的。 那这个左脑呢,是掌握了这些已知的知识。 所以呢,就从这里正向的推出来,这些是可行的,可以达成的目标。 所以这个是左脑认可的一个PASS PROVISION。 OK,那至于这一个部分呢,目前是右脑认可,左脑还不认可。 OK,右脑认可,左脑还不认可。 OK,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展开一个动作咯。 一个动作,就是我们在这一个之前呢,在四项假设性思维里头的, 这一个第三项,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来这一个希望左脑。 这个有这个完成性的假设的这个思维。 那这个思维的意思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因为左脑还不认可嘛,不认可这一边,右脑认可了。 结果呢,我们就要求左脑有完成性的假设的思维。 意思说,他愿意跟右脑走。 所以右脑就可以展开,脸红带片。 OK,把这个左脑把它片过来。 所以左脑就跟着走,跟着走,跟着走,对不对? 这个叫做,这个叫做这个左脑做完成性的假设。 所以左脑就跟右脑走,被他脸红带片的片过来咯。 所以这个时候,左右脑,这是第二个动作咯。 就达成了左右脑 一起呢,观想 观想这个vision,这叫全脑,这叫全脑,这叫全脑,全脑并用。 所以左右脑一起来观想这个愿景。 好,那这个时候,愿景在脑筋里头就栩栩如生咯。 栩栩如生咯。 好,那么当这个观想好了之后, 开始要做第三个动作咯。 第三个动作叫做Mapping 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 因为 因为右脑已经把左脑呢,脸红带片片过来咯。 现在要两个一起 回去咯。 一起回去。 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 一起回来 一起回来。 结果回来咯,他Mapping不到已知的。 对,因为已知的只能到这里。 他左脑这里就发现 诶,我以前的已知 如果还有一些东西要能够加起来 不然连不上来 所以就发现到 未知的。 所以呢,这是第四个动作 就是 这个找到 未知的。 但是这个时候只知道哪里不知道 对不对? 还这个知道的内容 这个内容还不知道 但是已经知道 要找这个了 比如说 我已经知道我需要有一部飞机 但是飞机是什么 我现在不知道 我也需要有一匹马 但是马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是这样子 OK 就叫做No and No 知道我哪里不知道 哪里不知道 然后呢 第五个步骤呢 第五个步骤就是 把这个已知 加上 这个学习 未知 就是对这个未知呢 刚刚已经知道了 我要了解 我要需要了解车子 所以啊 这里就去学习车子 所以把这个已知加 这一个 未知 把它学习好了之后 它整个都变已知了 这整个就变已知了 变已知之后 变已知之后 对不对 变已知之后 左脑就可以推理啦 左脑就可以认可 认可 认可这里啦 左脑就可以认可 所以呢 第六个 左脑 认可 这一个vision 就是impossible vision 认可这个impossible vision OK 好 第七个 就可以 定定 这个实践方案 或是实践的方针方向 或是方案 那就是我们现在要得出来的 叫做策略性的这种 跨平台的策略的一个制定的方向 就是经过这七个步骤的 OK 我只是在这里帮你复习一下 OK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把重心放在 到底哪些是我们 maping 回来 就从这个vision 跟EIT造型 把它 ma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 之后 发现 有这个三项 这个失误 是我们未知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呢 要来把它变一枝咯 把它变一枝咯 把它变一枝咯 所以我们在上一个小回合当中 有去探索了 Android的框架 它是由多层级的 框架所构成的 然后 每一个 这个是subsystem 都是一棵 像一棵树一样 它就是一个垂直的 从这个框架 一直往下窜 整个贯穿的上下 所有的框架 对不对 就像一棵树 就像呢 这subsystem呢 就像一棵树 然后呢 有树根 树干 四肢 四叶 花朵 有没有 然后每个subsystem 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 我们在 我们的 这个 左右脑的引导之下 那我们 要求呢 左脑去了解 这个 去study 这些事实 所以我们就发现了 这个 在各个 层级呢 都有 它的eit造型 都有它的eit造型 因此呢 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eit造型跟框架 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对 虽然我们还不能实证 它绝对 能够 让我们提供 一个 策略性的一个方案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息息相关的 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这是android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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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是 我们的 我们的模块 我们的marge ok 所以 我们的marge 跟它 这一个 框架呢 就是构成一个eit的结构 变成一个eit的造型 有没有 所以呢 在框每一个层级的框架 都有这个eit的造型 我们组合的 我们的模组 跟这个 它的框架 之间的一个 鲜接 好 那这个是在 加瓦层级的 在 这个下 它有很多层级的框架 这个是在 zni底下 就是c 跟这个c++层的 那么 也有这个 这是i i在这里 然后这个e在这里 所以呢 那 这上面 就是 android的框架 这是我们的 我们的marge ok 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都有eit 都有eit 这是刚刚 在帮你收饼的 这是我们study的 那现在 我们看出来 它的关系是 相当的 深刻的 相当的 深入的 所以我们就 继续的 从这个eit的造型当中 从这个简单 来探索这个 细微的事实 因此呢 就从简单的造型呢 继续探索呢 隐藏在复杂中的 一些细微的事物 ok 所以我们就 因为 在这个vision 是要跨平台 所以呢 我们的 刚刚看到的marge 刚刚看到的 这个衔接点 都在接口上 就在这个接口上 上面的衔接点 也在接口上 所以呢 我们大胆的去假定 假定 说这个接口呢 我们在study的时候 接口呢 是我们的 这个marge 这是一致的 这是已知的 因为 因为 这个接口是 我们的交汇点 这个 所以 我们就假定 它是我们 接下来探索的 焦点 但是 这个是没办法 证实的 我们只是看到它 交汇点 所以我们假定 它是探索的焦点 这样子 会引导我们 把探索的 这个 焦点 集中在 这个接口上 所以呢 这个引前呢 并没有事实可以否证 这样的一个假定 因此呢 我们就在这个 假定的引导之下 来探索这个接口咯 探索这个接口 好 那 因此呢 我们就来 探索这一项咯 探索这一项 这是 我们 在框架的API上 这是我们要 探索这个未知事物 目前呢 只探索了一项 我们要来继续的探索下去 OK 好 好 那我们就看到 这一个接口 在这里 这就是接口 OK 好 我们看到了 这个就是接口 那这个也是接口 刚刚已经说明了 好 那这个是接口 所以我们把焦点 放在这个接口上 但是你看到了什么呢 当然这就是 叫细微的事实咯 这个就是 要去 就看 有时候要看功力啊 有时候看经验咯 OK 好 那同样的 刚刚看了些什么 其实呢 我也不太想跟你讲太多这个细节 为什么 我现在在讲这个过程 就是讲 怎么探索未知事物的这个过程 OK 好 那么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 下面的 我要看的是芯片 厂商的 驱动API 因而我要看API 这个在这个引导之下 刚刚有说明了 在这个假定的引导之下 我要看API 然后探索这个焦点 所以呢 我现在把重点呢 放在 框架API 接下来 放在启动API 所以你看 这就是 这就是 硬件的 启动咯 硬件的启动 那这就是它的API 你看到API咯 把焦点放在这里 看到什么 有很多 你 每人看到的角度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那这是我们的Marge 那这个是Android的框架的一部分 是底层的框架 因为它有很多层级 这是在 硬件抽象层的一个框架 OK 好 诶 看到了咯 然后刚刚的这一个也是一样 如果没有那个 特别的接口 就是一般的接口 诶 接口在这里 然后 也通到这个 启动咯 通到启动 请问你看到什么 哎呀 这个 看到 这个高老师呢 至少发现了一个 不起眼的事实 什么叫不起眼呢 就是你看不到的 但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不在你的视野之内的 这个我待会快来说明 呃 发现一个不起眼的事实咯 对不对 啊 你可能没看没注意到 这个不起眼的事实是什么 我们的模块 都依赖于别人 定的这个接口 是别人定接口 是别人定接口 别人有权力定接口 我们没有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你看这个接口是谁定的 这个接口是 硬件的 这一个芯片的厂商 提供的 因为它会提供启动 再来提供API 所以这个API呢 是由芯片厂商来制定的 来制定的 OK 好 再来往回看 这个接口是谁制定的 这是Android平台制定的 好 是我们来听从它的 在上面 这个也是Android的制定的 哇 都是 都是对方制定的 对不对 都是对方制定的 所以这是 不起眼的事实 所以我们发现了 一个惊奇的这个事实咯 但却很不起眼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心中 有一个不自觉的假设 把我们极限的 把我们能币的 这个假设就是说 我们长久以来 大家都这样认为 做平台的厂商 平台的厂商 会来定定跟提供API 给Knight来使用 给我们的Module 来使用 给我们的Module来使用 是合情合理的 他定 我们用 这是合情合理的 因此呢 这个制定权在他手上 好 那如果我们 只要反思一下 这会发现 这不过 只不过是假设吗 他反而大大的局限 我们的视野 跟创意 让我们无法 无事以上事的 这个惊奇事实的存在 我们对他视而不见 那是因为 他被我们自己的假设 把他挡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也就是说 这项事实呢 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 所以我们称为不齐言 但是很重要哦 这个是一个很惊奇的事实 只是我们视而不见 所以我们 我就称为 叫做不齐言的 所以呢 很多很多 这样的一个假定 来引导 这我们对事实的了解 就是要找这个不齐言的 这一个 啊 令人惊奇的事实 所以你看 啊 这一个 上面是Android的框架 这个接口呢 是由Android定的 是我们来遵循的 有没有 来Inplement 所以呢 这个刚刚所看到的 这个I 也是有启动 厂商所提供的 我们来使用他 OK 所以我们都依赖 在他的这个接口上 是他制定的 好 那我们了解的 这样的一个 啊 惊奇的事实 那也了解了之后 我们就来 反过来 想一想 我们可以不可以 拥有制定权 啊 我们能不能 反反课为主 我们能不能 掌握这个话语权 掌握主动权 所以呢 就基于这项 不齐言的 新发现的事实 我们来做一个 大胆的假定 好 若P 如果拥有 这口的制定权 就能Q 就能大幅的 这个 降低对平台的依赖性 也就提高的 相对上 提高的 跨平台性 因此呢 我们就 定出一个 大胆的假定 就是说 若P 如果我们 拥有制定权 就能够大幅提高 跨平台性 就叫做Q OK 啊 就能够 达成这个目的 那这是一个假定咯 因为 我们还不能证实 啊 这样就可以了 还不能证实 啊 不能证实 OK 那只是我们 从这一个 啊 发现的事实 然后反过来 提出来的假定 提出来假定 OK 所以我们就 用受音的 这个推理的图 来把它标示一下 啊 我们的假定在这里 啊 若P 那 则Q 所以P就在这里 因为P是音 因此呢 那我们如果取得了 这一口的制定权 我们就可以有Q 这个果 我们就能够 这一个大幅降低 对平台的依赖性 也就提高 跨平台性 好 那这就是 受音推理法咯 所以我们 从这个假定 推出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音 音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出 我们的action 我们的动作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手段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果咯 OK 这个结果 好 那这就引导我们继续 这个假定 引导我们继续去探索 一个新的事实 所以呢 从高老师 这个课程可以得知 EIT造型呢 的确 能够有效的 封装 别人的接口 啊 然后 定义自己的接口 啊 就是 包括呢 Android的API 以及芯片驱动的API 通通可以把它包起来 通通可以 协天子 以令诸侯 诶 所以 增加了 这个 非常有力的 新的事实咯 啊 就发现到 非常 有力的新的事实咯 因此呢 我们就把这个手段 做得更精致咯 把这个手段 就加上的 运用EIT造型 来封装别人的API 来制定自己的API 对不对 啊 RORP 如果呢 能够这样 我就可以 折Q 有没有 就可以达成这个 任务咯 OK 所以就 对我们的 这一个车列 的方向 就越来越清晰咯 啊 越来越明显咯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来制定 这一个 跨平台的车列咯 因此呢 我们得到了一个车列的 定定方向 什么 依据什么 我们 要怎么做 善用 这个EIT的造型 那怎么做 封装别人的API 制定自己的API 这个叫做 策略的 制定的方向 OK 这是从 收音推理法 加上 四项的思维假设 我们就得出来的 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一个信息 就是 我们获得了 车列制定的方向了 那我们应该 这个时候 先开兵 开香槟 庆祝庆祝了 啊 我们的就是 藉由EIT造型 来封装变API 制定自己的API 掌控 这个 API 接口的制定权 我们就可以大幅提升 我们的 这一个 跨平台性 所以在下一个单元 我们就将 基于这个方向 来拟定 我们的 实践车类 来 并且 评估 它的 可实现性 可实现性 这一个 就是我们的 一个 到现在为止 很重要的收获了 我们得到一个 车列制定的方向 接下来 就来制定 这个实践的方案咯 OK 好 那我这个部分呢 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